哈喽大家好,我是小赵哥 昨天正当6月1号 孩子们都沉浸在儿童节的喜悦中时 一折消息的爆出 让他们多少有些不开心了 因为自己非常喜欢的游戏王总荣耀 被社会组织起诉 要求整改或者下架 而这个机构就是 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中心 不得不说 能选这个日子对腾讯下调战术 一定是早已谋划好的 并非常有信心 作为一个社会组织 也就是说这一案件属于民事诉讼 所以就会有很多争议 而有南山毕生河力挺的腾讯 不知道这次能不能派上用途 毕竟这次诉讼的地点是在北京 起诉的理由有5点 1.王总荣耀不符合适龄标准 不但降低年龄 从18岁降到16岁 最终改为12岁以上 2.王总荣耀的人物形象设计 大量低数 完全不符合未成前人可见的标准 3.游戏人物篡改历史人物形象 践踏民主文化 例如只要提到李白 就会让孩子们想起 他是峡谷中的刺客 而非诗人李白 5.存在幼岛性 弱化了未成前人的制控能力 目前还没有开庭 但放出消息后 网友们各执一词 作为家者们纷纷拍手就好 自家的孩子沉浸王总荣耀 甚至偷偷冲前到V7V8也是常识 他们也没有好的办法管教 只能希望关闭游戏 可另一方表示 就算没有王总荣耀 也会有其他的游戏出现 结果是一样的 对此大家是怎么认为的 是否希望关闭王总荣耀呢